日前国土安全部发布对前移民局局长 现任国土安全局副局长马约卡斯的调查报告 指出操纵投资移民EB5项目审批速度和结果 这个调查令到很多申请投资移民的华人担心 自己的签证会不会被取消 我们问一下资深律师黄维的意见 黄维律师在今次调查报告当中 被提名的区域中心投资人 虽然很多已经拿到两年的临时录卡 但已经审批的申请有效性就受到质疑 会不会令到6卡转正的路更加麻烦呢 国土安全部和移民局目前还未对投资人的6卡提供任何说法 有投资人遥传6卡不保 是否有夸大其次的说法呢 所以很难讲 因为从前 就是这一阵子 因为移民局抓很多人 那个CIS的局长 这一阵子也有很多风险 因为移民局说他在帮 Hillary Clinton的弟弟 他们都在做EB5 但是只不过是我的看法是谣言 因为我的看法是如果是项目好 因为我们律师楼做了好几个都没有什么说拿不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项目很重要 移民局每段时间对投资移民项目的审查重点都有所不同 想要搞投资移民EB5项目的投资者应该怎么做 最重要最重要要想清楚 因为虽然说法律上是五年以后 这个钱他会退给你 那钱在人家身上永远有危险的嘛 我不管是亲戚是夫妻 还是投资人都是有危险的 永远是risk capital都有危险的 我想清楚 有这个钱来做当然可以做投资移民 但是资金不是太多的话 我的看法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做移民 不一定要拿这个投资移民来做